吃飯吃到一半 桌底下突然出現一隻牛蛙 還跟客人拭目相去 由於這個地方就在餐廳裡頭 也讓募集民眾滿頭問號 原來這是台南一間 來自大陸的知名火鍋連鎖店 再次前往 已經看不到用在環境 有牛蛙蹤影 由於這間餐廳 日前還曾標榜 一個人消費 提供娃娃陪吃 因此一度被募集民眾調侃 現在換成了牛蛙皮吃嗎 不過可不是所有人 遇到同樣情況 都能這麼淡定 到底是客人帶來惡搞 還是店家推出的新活動 也在網路引發討論 不過 原來這間餐廳 真有一道菜就叫跳跳蛙 只不過跳跳蛙並不是把整隻牛蛙上桌 而是強調新鮮處理 雖然看不出原本的形狀 但上桌時肌肉還會跳動 有人說這可是店家的飲茶美食 是沒有吃過 當時有看我朋友有吃過 我沒有發現我這個品牌 業者接獲通報 趕緊展開調查 果然發現原來真的有一隻 繞跑蛙 當天自行撞開蓋子 偷偷逃跑 還好即使被顧客發現 當天店員就完成捕捉 並對客人彌補 雖然這隻活力旺盛的蛙蛙 已經遭到嚴家看管 但也讓業者隱藏版的美食 意外引發討論 TV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